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牧师分享的题目是 打开家门的旅理 今天我们选择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 我们现在小组查经已经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了 如果正常的话 所以这段经文你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 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那边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对聚会的妇女来讲到 有一个卖紫色布皮的妇人 名叫吕迪亚 是推亚推拉城的人 度来敬拜神 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 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她和她一家既领了喜 便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 请你们到我家来住 于是强留我们 好 感谢神 那我们今天敬拜我们唱了一首诗歌 叫《我们成为一家人》 什么意思呢 一家人 那么基督徒呢有两个家 基督徒 但不是你那两家 基督徒是除了你自己的原生家庭以外 你信了主了你还有一个属灵的家庭 这个家庭就是教会 所以保罗在十对中央说 在一副所书说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 也不再做客旅 你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 那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稍微小一点事 我们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聚集 我们看到我参加了很多的团契来聚会 每个团契都为了我们今天很多新信主的朋友们 准备了春节的晚餐 所以我们都在聚集 不断地聚集 这个好像是 一岁有小组 你看这小组很聪明 在照片上把自己的名字写 一岁有小组 他们的聚集 这个很多人 每个小组都很多人 我们看这个好像是 这个是一岁有小组 他们在一起 在文森的家中 这个我也去了 反正这个整个的春节 我是跑遍了所有的小组 然后呢 每天都是大餐 每天都吃大餐 当然后来就吃不下去了 但是很享受着弟兄姊妹在一起的那种喜乐和平安 所以感谢主 你看到这个 这个是 下面那个上面的是 Easonville小组 下面就是 好像是我们教会的 Easonville小组 然后这个是Easonville小组 他们在家庭里的春节的晚宴聚集 你看啊 这个吃得好像都挺高大上的 是吧 你在家里吃不了这么多菜吧 我在家里 我跟师母我们俩就俩菜 一婚一组 春节就差不多了 两个人吃多少呢 对吧 出来我们可以吃那么多的菜 而且这个菜还不一样哦 菜里面有一种特别的佐料 叫辣 对吧 不是辣子 辣 这个是爱在里边 我们爱那说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我们在 这个也是他们 在哪里的 这个好像也是在五月家中 是吧 然后这个是 Ranchukumanga 聚会 那这个小组呢 Ranchukumanga 现在我们新来的 特别多 上次我们受洗 就这一个团体 受洗了将近十个人 我看都在 在这个春节的 小组活动中都在 那下面呢 就是我们分堂的 这个聚会 这个也是 Corona的 这个是 好像是 Ontario的 这个是 这个 Corona的 这个是 这个是吃的 海鲜很多 所以这几天 弟兄怎么样 家乡运动 然后家乡聚会 祷告 进食 吃太多了 进食祷告 你看到他们多欢乐 谁家过年 有这么多人 有没有 我们在美国 不可能有这么多人 我们在美国 一般都小家庭了嘛 我们离开了 家里的大家庭 我们东美过年的时候 那是人非常多的 那个时候 我们家过年的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家 我爸妈有七个孩子 七个孩子 在家七个配偶 那就多少了 那每个配偶 再生一个 这就三十多人了 对吧 所以这个大家庭的聚会 在美国我们几乎都没有了 可是我们有这样一个 属灵的大家庭 所以 这个问一下啊 春节参加过小祖聚会的聚首 有多少弟兄姊妹 你没去 你多孤独啊 对吧 所以你还是欢迎你们来 我们都是敞开的啊 所以你为什么 这样弟兄姊妹 一定要进入到小祖团契 你成为教会 不是做个礼拜就完了 你做个礼拜还没有进入到 真正的进入到基督的身体 你只是礼拜参与一个崇拜的仪式 但是你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基督的身体 当你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边 你一定要进入到团契和小祖 因为什么那里边有一个横向的关系 叫Fersion 就是关系的建立 在基督里边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所以 我们看这个 这个 这是 这是 切豆小祖 那切豆小祖包的饺子 那切豆小祖的饺子是一流的饺子 我吃了所有小祖的饺子 那切豆小祖的饺子 非常好吃 所以以后 欢迎你们去切豆小祖去吃 这个王立民做的饺子 因为国内开饺子馆 所以呢 你看圣经怎么说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 也不是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感谢神 所以呢 我今天 这个题目就是 打开家门的吕丽雅 圣经中 在石头祖的第十六章 讲了一段故事 就是保罗 他的传福音的脚步 第一次进入到欧洲 进入到欧洲 当他进入到欧洲的时候 欧洲有一个姐妹信主了 第一个 在教会历史上 或者说人类历史上 有第一个信主的姐妹 叫吕丽雅 那么这个吕丽雅 是在菲利比城 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 当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 他就打开了他的家门 他让保罗的宣教团队 但是保罗的宣教团队 好像有四个人 有保罗 有希拉 还有呢 还有谁 还有提摩泰 十六章第一开始 他们就认识了提摩泰 就给提摩泰施了歌礼 然后带领提摩泰 参加了宣教团队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大人生 路加 因为路加是我们嘛 路加福音 他记着我们的 他一旦在其中 所以他们最少是四个人 实际上最少是四个人 那么这四个人 都住进了 于地亚的家中 于地亚接待他们 那么这个家 就成了欧洲的第一间教会 我们知道后来欧洲成为整个基督教的国家 整个的欧洲信仰都是信基督教 而且欧洲的文化都是基督的文化 都是从这个家庭开始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讲教会历史的时候 要纪念这位女性 他开始了第一个欧洲的教会 所以你看他打开了 首先打开新门 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助 然后他就打开家门 接待保罗的宣教团队 他自己都没有晓得 他打开了欧洲的大门 让基督的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 所以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尤其我们中国大陆来的朋友 以为说基督教是西方的 西方的文化不对的 基督教是从亚洲开始的 对不对 基督教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 然后开始向亚洲小亚西亚传福音 再稍微小点声就 好不好 印象通通 然后呢又向欧洲传福音 然后又把福音从欧洲传到全世界 传到地级 感谢神 所以我们今天从三点来分享 我们来看 律底亚信主带给欧洲的一个福气 一个福气 我们在中国的农历新年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家庭 打开的时候 也使很多的人蒙福 来到教会 信了耶稣基督 很多的弟兄姊妹通过家庭里边 查经 祷告 彼此的相爱 信了耶稣基督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来教会 听到信的耶稣基督 可是我们知道 一个家庭打开是何等的重要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这整个的一章 讲到了保罗 第二次宣教的旅程 它里边这十六章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 律底亚的信主 欧洲大门的打开 还有一个是 保罗 第一次被捕 在监狱里边 他跟希拉唱赞美的诗歌 我今天当随我们在过年祷告的时候 我常常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祷告 为王仪牧师 还有很多坐牢的牧师祷告 那他们还在监狱里边 跟保罗跟希拉一样 那我为他们祷告的 我相信他们都读过 《使徒行传》第六章这段的经文 他们知道当在监狱里的时候 是特别经历上帝的同在和祝福的时候 在环境不好的地方 在我们肉身受苦的地方 我们能够更知道 知晓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的意义 所以我们知道第十六章是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页 那也是福音外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所以我们今天通过三点 我们在保罗和绿蒂亚的身上 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功课 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首先我们看到马其顿的呼声 这是著名的一个圣经中的一段历史 那当你谈到马其顿的呼声 你会想到什么 所以你要听牧师讲道 你要了解说 你要对圣经有一些的了解的话 你就能够听懂牧师 有时候他不见得起是那么清楚 比方说他说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 如果他说安提亚的教会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宣教的地方 如果他说马其顿的呼声 你就知道福音要从亚洲进入到欧洲的时刻 所以这是一个福音从亚洲到欧洲的时刻 保罗从安提亚开始 我们看几张图表就了解了 我们先看这第一张的图表 错了 这是第一张 那么我看到这第一张都图表 我看到什么 看到有一个红线的 我来告诉你 这是红线 是安提亚 保罗从这出发 那这两条线 这个绿线是保罗的宣教团队 红线是巴拿巴的宣教团队 他们在安提亚 在准备第二次宣教的时候 他们分手了 第二次宣教的目的 是为了看望第一次宣教的教会 兼顾他们 因为第一次宣教 保罗跟巴拿巴 他们到了这个居比路 就萨拉米 居比路在这里带了萨拉米 带了居比路的省长 信了耶稣 方伯 那么这个居比路 现在是一个国家了 那个时候是一个省 那么他们走遍了居比路 然后回到庞菲利亚 从这儿 回到安提亚 转一圈 那他们本应该再这样一起走 结果两人观点不同 那么保罗 不想带马可 巴拿巴一定要带马可 因为巴拿巴是 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 这个妈妈委托他 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那马可在十几岁 十七八岁 很年轻 后来就我们读 马可福音那个小孩 你看 所以 有的时候看一个人软弱 那什么时候刚强起来 你都不知道 神拣选一个人 他是永远不后悔的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低于嘴巴 都有高善低谷的 马可也是一样的 可是保罗坚持不带他 那巴拿巴坚持要带他 那两人怎么办 这是教会第一次的分裂 这个分裂有圣灵的旨意 如果没有这次的分裂 就没有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欧洲之行 建立欧洲的教会 那后来保罗跟他分手了以后 我们看到 错了 保罗就走遍了叙利亚 叙利亚 现在底下是 耶路撒冷 以色列在这儿呢 这叙利亚在上边 上北下南 左东右西 对吧 左西右东 这要了解啊 这个上面是北 下边南 左边西 右边东 那么现在他这个 保罗从这里边 我们看 从叙利亚 他走遍了叙利亚 圣经说他走遍了叙利亚 在那里建立教会 传扬福音 但是圣经没有重点地 记载着叙利亚的施工 然后他就 sorry 他又走到了基利家 这是一个省 叫基利家 保罗是哪里人呢 保罗是大树人 大树是哪个省呢 是基利家人 基利家 这是保罗的家乡 所以传福音 还要从家乡传福音 所以圣经说 先知在家乡是最不受欢迎 为什么 因为大家家乡人了解你 什么样子 离开家乡的时候 调皮捣蛋的 对吧 这个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 几年回来 成为先知性的人 哇 这个很多 所以不容易的啊 所以保罗 但是保罗在大树待了十年 他对大树很了解 这个是他的家乡 然后他走遍了大树以后 又来到了这个比西底 比西底也有个安提亚 他们第一次宣教来 这是比西底的安提亚 在这儿呢 这是乙哥念 吕高尼 加帕多加 这是整个的小亚西亚的地图 我们看这个地图啊 那我们再回来 我们看第二章的地图 那么这个 当保罗到了比西底 然后他就到了旅西底 在这个地方 旅西底 保罗的想法是 往南往下 到西 亚西亚 要在这里传福音 耶稣的灵 不许 他想在这里 这里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亚西亚 后来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啊 包括吕地亚 吕地亚也是个省啊 那么这个 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吕地亚 就是出生在这个 推亚 推拉这个城 在这儿 这是吕地亚的家乡 对吧 然后保罗又想往上 到匹推尼 匹推尼 去传福音 圣灵也不许 你看这个很奇怪啊 圣灵引导他们离开了 叙利亚 安提亚 然后他们来到了亚西亚 从南往北 然后再往西 往西 宣教 往西的时候 保罗的想法 还是在亚洲来传扬福音 他没有想到在欧洲 没有想到 他想在亚西亚这个地方 或者到比推尼这个地方 可是耶稣的灵不许 所以他这个宣教的脚步 就到了特罗亚 美西亚的特罗亚 知道 这个红的特罗亚 他到这儿 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他遇到三个问题 第一个 他发现往南往北都走不通 圣灵禁止他 耶稣的灵也是圣灵的意思 那神的灵可以分明 神的灵 耶华的灵 耶稣的灵 圣灵都是圣灵 那宣教是圣灵的引导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计划 保罗的计划是到那以后 就回到叙利亚的安提亚 可是当他走到了 这个特罗亚的时候 遇到一个问题 他的宣教经费就没有了 那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宣教条件 你像叙利亚的安提亚的教会 也不可能那么快地把财务寄来 那保罗会支帐篷 支帐篷估计那时候他也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们囊中已经羞涩了 没有退路 回去费用不够 往前走也没有费用 那个时候对保罗来说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 保罗应该按现在来说 他应该是买的单程机票 单程船票 没有回路的 有没有啊 有我在东北新竹的时候 三十多年前 像我们孙子传福音那两个河南的小姐妹 他们来到东北都是买单程的火车票 能不能回来 你完全要仰望神 完全是学习保罗 也不仅是学习保罗 是因为他们太苦了 他没钱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中国的农村还没有很多的金钱 教会更没有钱 那两个小姐妹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 那么给我写了一封信 这个朋友叫张一南 现在在中国做传道人 前一段坐牢 最近坐不坐 反正坐了有十几次牢了 他坐牢就像他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他也无所谓 也不会说抱怨啊 也不会欢喜啊 对他来说 就是我信仰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他有天给我写了一封信 这是二十多年前 他说 带你信主的两姐妹 两个姐妹我都查到了 他们后来回到了河南 一个回到了北京 一个嫁给了北京的一个弟兄 那么两个人怎么回来呢 卖血啊 他们走一站 卖一点血 买一站的票 接着传福音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信耶稣 也不懂得奉献给传道人 帮助他们的这种 这种教会里的圣经的教导 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吃饭都会很困难 两个小姐妹 卖血回到河南 我听着我非常感动 是他们传福音到了东北的那个村子 那个村子有人信了耶稣 把福音传给了我 所以方程 河南的宣教的团队 总是把张伯利牧师 当作他们结的果子 这是我们所结的果子 所以每当 说到我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种亲切感 说伯利啊 他们叫约伯 约伯弟兄啊 就是我们所结的果子 所以你看啊 圣灵很奇妙 保罗在那时候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啊 他没有经费了 那么回去太远 往南走 耶稣灵不虚 往北走 圣灵不虚 那么怎么走 他们就停留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停留在特罗亚 特罗亚跨过特罗亚 那就到了 这个欧洲了 就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段的经文 所以你看 就在那一天晚上 保罗呢 去着了 所以有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就要交给神 就祷告 休息 等候 我遇到压力 我个人这个人 遇到特别大的压力 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吗 告诉我 祷告 你说那么属灵 我睡觉 我遇到压力 或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我不做决定 我就睡觉 当我睡好了 圣灵就有感动 对不对 所以你不睡觉 你脑袋一片酱糊 你做的决定 没有正确的 不可能做正确的决定 对不对 我们刚才这段就是在夜间 有异象 有异象 陷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来 到马其顿 来帮助我们 保罗看见这异象 我们随即 想要往马其顿去 一位神 召我们传福音 给那里的人听 我们看到第九节 那么就记载了这段的过程 这个马其顿的呼称 马其顿 是一个省 马其顿这个名字 好像很出名 为什么 马其顿因什么出名的 马其顿出了一个 著名的人叫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大地 马其顿人 那么马其顿在欧洲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马其顿的 头一个城 就是菲利比城 我们看到 所以他们就到达了欧洲 听到了这个异象 欧洲人说 行你们到我这里来 我们需要你们 那么 保罗见过欧洲人没有 我估计可能都没见过欧洲人 那个时候 除非他在城市里边 有欧洲做生意的人 可是那个时候做生意的人 欧洲人并不是很多 欧洲那时候并不像 现在想的那么先进 那么文明 欧洲在那个时候 罗马人是统治着整个的 亚 欧 非 大陆 那么欧洲很多的国家 其实非常落后 德国那时候还吃人 法国那也是活吃人的 法国你知道 后来法国成为世界上 最浪漫的民族 因为基督教的文化的影响 那德国呢 成为最严谨的民族 也是因为基督教的教育 包括瑞士 你看到他们出现最精密的 因为加尔文的神医学 因为基督的福音 在整个的欧洲 给人带来的对事情的认真 所以产生了欧洲的工业革命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段 非常的重要 欧洲那时候是不如亚洲 还不如耶路撒冷 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 所以他们就听闻了 这个马其顿的呼声 那保罗他们决定 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们去欧洲 去欧洲从哪里走呢 我们看到圣经这段说 于是从特罗亚开转 大家刚才看到特罗亚了吗 就那个小城 小红点 刚才我告诉你了 从特罗亚开转 一直行到了 萨摩特拉 萨摩特拉是从特罗亚到菲利比 中间的一个小岛 在那个小岛上 他们睡了一个晚上 因为船不可能 一般来说应该是五天能开到 但是那天顺风 那几天他们特别顺风 你看圣灵的感动 引导你 那个风都是顺的 那个船 那个是船没有机动船 都是帆船 那你顺风就快嘛 那逆风 帆船你们玩过帆船没有 坐过没有 没有 那我是喜欢这个帆船 帆船顶峰也能走 帆船顶峰是这么直着走吗 不是的 它是狮子行走的 走一下的 砰 翻一转 这么走一下的 它是可以直着走的 对不对 但直着走这就多费很多的路啊 你的顶峰 那顺风就可以直着 直接就 风速很快 两天他们就到了菲利比 在到菲利比之前 他们到了那第一个城 就是罗马的住房城 也就是菲利比啊 他们在城里住了几天 为什么住了几天 因为不知道干嘛 不知道找谁传福音 菲利比没有犹太的教堂 犹太人十个犹太南丁 就可以组成一个会堂 那这会堂就有个管会堂的 就个传道 就在那里 管会堂的 然后呢 保罗传福音的策略 是先到犹太人会堂 因为这个是同族人 会接待他 然后他就会把 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回来 当然有的管会堂的 比较严厉的 就把他打跑了 说你这个是异端 对他们犹太人来说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有的人 就信了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的策略 是先进入了犹太会堂 可是没有犹太会堂 怎么办 他们就在住了几天 在寻求 那么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很清楚了 我们看保罗从 这个特罗亚 美西亚的特罗亚 那么进入到 萨摩特拉 这个小岛 睡了一个晚上 然后就到了 尼亚波利 尼亚波利 到菲律比 它有60公里 然后就到了菲律比 到了菲律比 住了几个晚上 他们在祷告 寻求看神 怎么给我们开路 大家看到后来 这里边有个问题 大家说 那神为什么不允许 他们往北往南 传福音 那地方不需要福音吗 神用其他的方法 用别的宣教士 到那里传福音 第二个 神也用保罗 后来又回来传福音 因为重点是要 那个时候要得着欧洲 圣灵的带领 所以后来我们知道 欧洲和小西亚的教会 都建立起来了 但是建立了多少教会 大家都知道 帖萨罗尼迪亚有教会 菲律比有教会 还有别加勃有教会 士美拿 推雅 推拉 萨迪 其时候的七教会 都在这儿消亚一下 现在都是土耳其的地方了 都是土耳其的地方 大家了解这个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到保罗 到了菲律比 到了菲律比 他到达了欧洲 感谢神 那我们刚才讲了 菲律比是马其顿东部的一个省 为什么叫菲律比 是因为亚历山大的父亲叫菲律 我们教会的师班指挥也叫菲律 对吧 是吧 他的父叫菲律二世 那菲律二世呢 他攻占了这个城市 就把这个城市起名叫菲律比 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但是在主前的42年 耶稣诞生前的40多年 在那个时候 菲律比爆发了一场战争 当时的凯撒的外甥 叫乌大维 这个人很了不起 知道为乌大维吗 读圣经 奥古斯都 就是乌大维 大家知道奥古斯都 耶稣诞生的时候 就是奥古斯都做凯撒的时候 就是乌大维做凯撒的时候 那乌大维年轻 帅气 有能力 他就跟那个安东尼合作 打败了他们的政敌 然后他们两个开始来管理这个 罗马 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当时是两个行政官 一个是安东尼 一个是乌大维 后来安东尼的重点就到了埃及 到了埃及 然后呢 乌大维就管理了罗马 后来乌大维又跟安东尼发动战争 乌大维赢了 他就成为下一个凯撒 乌大维也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叫 奥古斯都 了解了 奥古斯都就是乌大维 那乌大维后来登基以后 就把这个城市 菲律比建成一个仅次于 罗马的 像一个住房城 是按照罗马的样式来建造的 也按照罗马的样式来管理的 所以他就把很多的罗马公民 迁积到 这个菲律比 所以菲律比成为一个重要的城 也叫住房城 那住房城就是很多退休的老兵 他们退休都到了 这个 菲律比 那这样一个 这个商业发达 文化发达 交通发达的城市 当然是神要在那里建立教会 传扬福音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 菲律比的教会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 菲律比的信徒 第一个就是驴利亚 那么驴利亚开放了家门 打开了欧洲大门 使福音传遍了整个欧洲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要纪念这位姐妹 这位非常了不起的姐妹 我们第二个看到是可慕主道的驴利亚 圣经怎么说 首先啊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来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名叫驴利亚 是推呀推拉的人 素来敬拜神 这段经文 你看记载利亚有几个特点 利亚首先她是一个姐妹 我们了解了 那么她是一个祷告的人 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特点是 没有会堂的时候 他们祷告 他们祷告一般都会在城外祷告 为什么在城外 因为城内罗马帝国不允许他们祷告 没有给他们这个祷告的场所 他们祷告可能就会被抓起来 那你今天在中国大陆 你会到天安门去祷告吗 他肯定不让你 对不对 他可以把你抓起来 你在长安街可能也不行 你得到教堂里边 三字教会里边 政府规定的可以 或者你在家里边祷告 那个时候 他们一般的都没有那样的家庭开放 所以他们就到了河边祷告 河边祷告也是犹太人的一个特点 他们没有会堂 他们就犹太人就到河边去 他在河边祷告的时候 这个旅迪亚不是犹太教徒 旅迪亚是不是犹太人 好像还是有争议的 有的是说他肯定是亚洲人 因为推亚推拉人吧 亚洲的嘛 那个是旅迪亚省的推亚推拉城市 那个城市 推亚推拉后来有教会 那么 他是第一个特点 他是一个寻求祷告的人 所以人犹太人祷告 他也跟着去 然后呢 第二个特点 他是一个可慕神的人 所以他速来敬拜神 就是他寻求真理 寻求真理 他有时间 他就是去听神的话 第三点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富有的商人 富有的商人 我们知道这个特罗亚 原来就是一个商业的城市 商业的城市 那么旅迪亚是推亚推拉的人 推亚推拉是出什么人呢 出卖布的人 卖布的人 那么他卖的是什么样的布呢 是紫色的布 紫色的布 今天你们师班穿的衣服就是紫色的 这个颜色是当时是最名贵的 这个颜色普通老百姓是不能穿的 这是皇族 贵族才能穿紫色的布 而且紫色的布的成本比较高 他们用一种贝壳里边的 调的颜色 才能调出这样美丽的紫色的布 而且还不褪色 不褪色 那我们当然现在不用贝壳了 但是要贝壳 非常的昂贵 所以吕迪亚是个富有的商人 她是个富有的商人 对不对 这个富有的商人 爱主 哎呀这个不容易 有钱人爱主很不容易 耶稣说有钱人进神的国 比骆头进真的眼都难 什么意思呢 骆头进真的眼 有人解释这个 马太福音这段说 耶稣讲了一段话 说那个 骆头是 因为耶路撒冷有个门 叫真眼门 比较矮 所以骆头进你得跪起来才能进去 其实不是的 耶稣讲的就是骆头进真的眼 骆头进真的眼 可能不可能 没可能 不可能 骆头怎么能进真的眼 骆头进我们教堂的门都很困难 对不对 那么大 是不可能的 就是妇人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们底下有好多妇人在里边 网上有很多妇人 听着心里立刻咯噔一下了 对吧 但是在人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耶稣说得很清楚吧 在人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妇人不是靠自己的财富进天国 妇人不是靠自己的智慧进天国 妇人不是靠自己管理的产业有多大进天国 妇人是靠信耶稣进天国 你们 就跟我们穷人是一样的 我们穷人是靠信耶稣进天国 你以为穷人 你就能进入到真的眼 你说阳高进真的眼 也是进不去的 对不对 你也要靠耶稣进天国 我们都要信耶稣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不是靠自己的财富 不是靠自己的骄傲和成就 不是靠自己的学历 但是靠谦卑地来信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进神的国 所以这个琳丽亚是个富有的人 她却能够速来敬拜神 这就是一个了不得的人 我认识很多富有的人 他们敬谦的富有的人 我真的认识很多 我记得我到哪里都会认得 是这些敬谦的富人 他们爱住的 我到菲律宾 我住在菲律宾的首富家里边 我是拿着他们家的学费 读完审学院的 我都不知道 但我审学院毕业的时候 有人在告诉我你的学费是从菲律宾来的 我当时申请奖学金 没有奖学金 也没有钱 那时候也没有怕的 反正就上学了 厚着脸皮就到学校上课去了 然后我的财务老找你说 你得交学费了 我说还要学费呀 我说不到神经院还要学费 神经院我的奉献给神还要学费吗 神经院一定要学费啊 神经院学费还不低呢 现在你问谭建师母学费多少 一个学分的九百多 将一千美金 所以我们都省值奖用的供他念书 所以我当时念书的时候没有学费 那时候我们的两百多一个学分 我也交不起 后来我就申请了OMF的奖学金 OMF给我拒绝了 我又申请了什么 我申请了五六个地方都给我拒绝了 后来有一天OMF又有人打电话给我 又给我了 我说你不拒绝我了 他说我们又给你了 有人指定要把这个钱给你读神院 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全班大陆的同学 全拿那个奖学金 因为他们知道我拿到一申请也都给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菲律宾来的钱 我住在那个菲律宾的首富家里 那个首富那个老爷子 走了我就住在他的房间 我看到那个非常简朴 他那个房间那个床硬的 我都睡不习惯 就是个木板床 福建人 老爷子的床 虽然房间很大 但是家具都是旧的 非常的旧 并不是古董那个旧 古董旧就是之前了 他并不是 所以我特别那天我有很多的感想 这个富人 据说马嘎迪的房子 隔一栋是他们家的 菲律宾的电三分之一是他们家的 菲律宾的彩虹电视都是他们家的卖 那么他们家有什么 电子的 银行的 房产的 反正只要有十几个孩子 每个孩子管一个领域 所以我跟他们全家吃饭的时候 给我介绍这个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 我介绍那一桌三十多个人 我也记不住老几老几 但是我住在老六家里边 老六是没结婚跟父母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住在他家 我就感觉到这个信耶稣的妇人是不一样 可是当我去那教会讲道的时候 那教堂美轮美奐 全是大理师做的 他们奉献多少钱来建造神的圣索 他们当时支持了八十多个中国大陆的神学生 在美国读神院 就他们用一个老人临走了设了一批奖学金 就专门给中国来到海外读书的 神学生读别的不给 就是给神学生的 所以你看 感谢神 对不对 你看 妇人 妇人并不是不爱主 绿蒂亚是妇人 但她这样的爱主 这样的爱主 这样的谦卑 我到印尼去宣教也认识 这个我要讲 绿蒂亚 她也叫绿蒂亚 这个绿蒂亚见到我就流眼泪了 我第一次见到她 她就流眼泪 光我叫四哥 你看这个叫得很亲切 因为我这家老四 我逃亡的时候大家都叫我四哥 她也叫我四哥 她是传道人 她也很富有 她跟那个绿蒂亚一样是卖布的 不过她不卖紫色 她什么色都卖 她后来她跟我讲她的见证 她是天安门的学生 参加八九民运的 她是从青岛到北京参加八九民运的大学生 哪个大学我就不说了 青岛大学不多 然后结果她就被 当镇压以后 他们就跑了 好了 学校就把她开除了 开除了有人就说要抓她 她就吓得就跑了 她跑到哪里去 她跑到印度尼西亚去了 跑到印度尼西亚 她是先跑到新加坡 偷渡到新加坡 新加坡你要是偷渡要被打鞭子的 抓住要打鞭子 五十岁以上像我这年龄就不被打了 五十岁以下都要被打鞭子 对吧 她呢 在没被抓住之前有人吓得打鞭子 说那个鞭子特别厉害 打一鞭子就昏过去了 比保罗那鞭子还厉害 那后来呢 她就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有一个人就给她一个条出路 有一个印尼人 没有媳妇 想娶个媳妇 你愿嫁给她 你就可以跟她去印尼 这个在新加坡打工的印尼人 就嫁给她 这个印尼人就把她带到了印尼 她一句印尼话不会 然后那家是特别的一个华人 特别的男尊女卑的 然后婆婆公共 说了算 她的丈夫在家里没有什么权利的 然后过了非常贫穷的生活 生了两个女儿 丈夫就死了 她是甘硬化 甘严 然后就死了 她说死了的时候 她两个孩子就被公婆从家里赶出来 没地儿住 都会印尼话 两个孩子 很小 一个三岁 一个一岁 抱着两个孩子 她说那天下大雨 我在雅加达的街上 她说我一边抱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道路在哪里 印尼 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现在我能够体会到很多 走线来到美国的 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的 弟兄姊妹 非常难 那如果能找到我们教会的小组 科尔纳小组 找到我们的伊斯兽小组 你都能找到爱吗 对不对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妇女发现了她 就说孩子你站在大雨下干嘛 她想不开 她就想 如果前面有个大海 我就抱着两个孩子 我就跳下去了 我没有退路 回国都回不去 因为她黑人 她当着黑了 什么都黑了 身份也没有办下来 没有身份 没有语言 丈夫也死了 然后婆婆让她出来 家里财产什么都没有 就这个 出了一个卖布的老板 他开个卖布的一个小店面 她看到前面这个孩子站着 她就去叫她 说你到了避避雨 她就认识了耶稣 因为这个姐妹是基督徒 把她介绍给耶稣 她说当她听到唱那歌说 耶稣爱你 她就哭流泪 她觉得世界是没有爱的 没有爱的 但是她第一次感觉到 她就给这个老太太打工 卖布 后来老太太说 你太有才华了 你这个大学生啊 印尼不多的 印尼不是所有都能上大学 像美国大学生这么多 老太太就帮助她 开了一个自己的小店 说你要自己做 我年纪也大了 自己做 十年以后 她成为印尼华人中 做布匹最大的布匹商 十年 只有十年的时间 我们新加坡分堂 买教堂的时候 她开始给我一张支票 这是我们二十万新币 上帝会让福球成为神奇 你们 所以她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她开放她的家 她的家就是教会 我去讲道就住在她的家中 她父母 妹妹 孩子 后来孩子两个孩子 一个到美国留学 一个到新加坡留学 都大了 我每次 所以她经常会发 四哥来印尼啊 来印尼啊 我们需要你啊 我有时候会去印尼 这一年疫情一直没有去 但是她继续开始 她的教会 做传道人 现在被安利牧师了 又是商人 又是牧师 我们看到 律底亚也是 这个律底亚 是我们学习的 所以她给自己 请问叫律底亚 也是卖布的 卖布的 所以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看到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把自己的生命 献给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像那五饼二鱼 这五饼二鱼 可能放在家里 我们自己都吃不饱 可是当你叫在 耶稣的手上 耶稣就用她 喂饱五千人 喂饱更多的人 我们感谢神 所以律底亚 这个律底亚 是可目救恩的律底亚 第十四节说 她听见了 听见什么 听见保罗 所讲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 主就开了她的心 开导了她的心 叫她留心 听保罗所讲的话 她和她的一家 竟受洗了 领了洗 那这段经文很特别 所以圣经怎么说 一人信主怎么样 全家都会得救的 全家都会蒙福的 所以这个律底亚 可目救恩 可目神的话 保罗他们宣传团队 站在河边讲道 他就认真地来听 保罗的讲话 所以这个 他就信主了 感谢主 你看这个图片 也就是画家画的 律底亚在听保罗 在讲福音在河边 可目主道的律底亚 圣经说信道 是从听道而来的 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 所以听神的话 可不可目啊 可目非常的重要 一个人听神的话 你会越听 越上瘾 你有没有听神的话上瘾 对不对 你要一天不听神的话 你饭都吃不香 觉都睡不着 你要这样的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教会 每一天早上都会发 这个 这个 我们神的话语 大家把它读完 我们有时在Line上发 我也办法我们大家在微信中发 微信我们就要不太用微信了 当然微信我觉得还是要用一用 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在微信里边 传一传我们的广告 在海外的微信 跟国内的微信还不一样 国内控制比较严 在海外呢 没有那么严控制 所以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但不要在里边说你的财务状况 也不是说教会的财务状况 就可以了 还是可以用的 所以你看可目真道的律底亚 对吧 所以可目救恩 这个律底亚 所以他信主了 他不仅信主了 他也带领全家人信主 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 姐妹信主了 这弟兄好多年都不信 非常难 有没有 很难 很难哪 有的弟兄信主了 姐妹也不信 然后你让他信主 他就看着你说怎么样 你信耶稣不还那样吗 有什么改变吗 你给我看一看 我就信主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要活出基督的 基督徒的样式 我们能够影响家人 来信耶稣基督 一定要向你的家人传父 向你的配偶 向你的父母 来传扬福音 我信主了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 我信主了以后 我们全家都信主了 现在家里第二代都成传道人了 都有传道人出现了 所以感谢神 这是神的一个恩典 极大的恩典 对吧 所以后来他就打开了家门 十字经上第十六章十五节说 他和他的一家敬礼祭领了喜 领了喜 便求我们说 受了喜后 他们说什么呢 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 或者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忠心 侍奉主的 请到我家来 到我家来住 住在我家 本来保罗他们宣传团队就已经囊中修色 没有钱了 对不对 我知道那时候他们的风餐路宿 他们都不可能住在酒店里边 没有钱 那他们就得有接待的家庭 基督教有一个很特别好的习惯 就是有接待家庭 今天在中国的大陆的家庭教会 你去问 每个教会都有接待家庭 对不对 有的是牧师 有的是专门接待的 我不到也快三十年了 我走到世界各地 到任何的教会 都是大多数住在接待家庭里边 很少住在酒店 有的大多的教会都 一个是住酒店需要费用嘛 对不对 教会一般的都不是太富有 华人的教会 那么第二个 接待家庭也方便 你住在家里边 吃喝 都比较方便 人家这个弟兄姊妹 很热情地招待我们 当然有时也很累 因为他们说不完的话 像我步道完了 晚上回到家了 十点了 想赶紧睡 结果人家还有 还有很多问题要跟你交流 就得坐下来 你不能说 住在人家里 人家主人要跟你说话 有的更有的 把很多木道友都带来了 等着呢 这个一个一个 我一看到半夜十点了 带完了我也一点钟了 很多的问题 不是一下能解决的 有的不是福音的问题 有的是夫妻吵架的问题 有的是自己工作压力的问题 有的是精神问题 都来给你带来 那这个就特别有爱心的了 可是你受不了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我也说 你们最好我年纪大了 不要给我弄到接待家庭 接待家庭可以 不要整一抹人半夜 找我来谈道了 我受不了 因为刚刚步道会结束 步道会就信主嘛 因为回感觉在那信了 不就完了吗 对吧 就是这样的有爱心 没办法 接待家庭是基督教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我感谢神 我们教会开放的 每一个小组 我这个春节期间 我走遍了咱们教会的小组 我每一个家庭都祷告 我为他们献上感恩 感谢神 我说他们可以摆上自己 开放自己的家庭 那求主把更大的祝福 临到这个家 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你看绿地亚开放的家庭 她就把整个的欧洲的家 门打开了 整个欧洲的门就打开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这个家有天 我们会离开的 你布置得再漂亮 你再干净 有一天你也会离开 当离开的时候 耶稣不会问你说 地上你住在哪个城市啊 阿基地啊 还是Ontario 不会问这个吧 你住的房子 多少几千尺啊 多么豪华呀 不会的 耶稣会问你 带了多少人信耶稣 你在生命车上 你带了多少人 进入到生命车里来 这个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看到 当我去到一家又一家 你看我这次去了 这个卢乌亚的家 亨瑞乌亚的家 这个家打开家门 三五十个人在那里聚集 哎呦 感恩 对吧 我去小颖的家 打开 哈利路亚 感谢神 我去了这个 那个谁 我们看到那个 艾文的家 我去 原来我去过那个 开文的公司 每个礼拜我都打开 给我们青年团契来用 对 所以我去了好多的家庭 咱们教会 好多的家庭都在打开 为主所用 那这些家是蒙福的 因为弟兄姊妹一来 圣灵就来到这个聚会的场所 你总是弟兄姊妹 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那圣灵就充满在这个家 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家 看得很重 这个家太干净了 人来了怎么办 一走了打扫好几天 是的 可是你这些不白打扫 你在神的里边摆上 神会纪念你的辛劳的 你们 哈利路亚 我记得咱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杠子和小叔他们打开家 我去那个家里有四十个孩子 那孩子在那屋里跑啊 蹭蹭蹭蹭蹭蹭穿鞋 地毯 我一看到地毯 一塌糊涂 抬的 后来当然他们换地板了 感谢主 所以圣诞节日你们去过 亲亲姐妹的家 到那家里看到一百多人在那家里边聚会 停车都找不到地方 哇 当然我就高兴 教会兴旺 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当大家一起唱歌 还抓奖 大家大人孩子在一起欢乐的时候 我就想到圣经怎么说 看那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你们 天国讲的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那家从来没有为主开放过 你请一请 需要帮助的朋友到你家吃个饭 不一定你开放成为小组的聚会点 你可以开放让大家来一下 吃个饭 目到的朋友 需要的 贫穷的 你像我逃亡的时候 谁能打开家 让我进去坐一会儿 我永远感谢 我现在我还记得 我从苏联回来的时候 苏联帮我驱逐如尽 我逃回来的时候 走了两天两夜 我都快冻死了 咳死了 饿死了 我逃到了一个村子 终于看到有烟 冒烟的地方 村子 我还得防备 边防军和派出所 对吧 后来我 从我的常识来想 这么小的村子 不可能有派出所 对吧 当然有民兵啊 有民兵啊 对不对 有妇女主任啊 这都管事啊 你知道吗 不能他们发现 我就实在受不了了 我腿都 我那个腿走在雪地 那雪都一米深 我走了两天 我这腿就是不能挥弯了 我是这样的横着走 我这么一挥弯 这筋就痛 这两个筋都伤了 我不能挥弯的 我就敲他的门 那个门打开了 这是我从苏联回来 为我打开的第一扇门 这扇门还 东北的湖南人 一个湖南人在东北打鱼 娶了个东北媳妇 这湖南人 他一打开门一看到我 他吓得就往后躲 他那狗就往上冲 那东北的狗是咬人的 那厉害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怕 那狗对不对 我一指他 他立刻就趴下了 就跟我们家的狗 我现在一指他 乖 接着狗别跑 你跑他就咬你 你要对着他 笑着看着他 你就心里说我爱你 他立刻就乖了 你知道吗 哇 他说 哎呦买大哥 你吓死我了 你啥瘾呢 因为这头发全是霜 都是白霜 胡子也都是白霜 跟圣诞老人差不多 背着个包 对不对 一个双肩包 然后这个 衣服都是雪 都是霜 他把我请进家门 我一坐下来 我看到三四个男生在那 我估计是打麻将 要半夜一点钟 早就睡觉了 对不对 东北人打麻将 他就看着我 以为是抓赌的 那早收好了 麻将都没了 我一进去 大哥坐看 你干嘛 我说我路过的 我说我非常渴 我想喝一点热水 这个东北人 热情啊 这种人老骂东北人 东北人有好人 哪里都有好人 这么大一个缸子 上面写着什么 为人民服务那大缸子 词的 那能装多少水 能装一斤多水吧 他把家里的一罐白糖 还有剩大把罐全部倒立 然后用热水 搅完给我 我喝完了 力量就来 因为缺糖了已经 我就不想走了 家太温暖了 你看这个家 他的太太 刚生个孩子 抱在怀里 在耐孩子 那个油灯的影 就一下子把太太照 就耐孩子的镜头 一下子就映着她墙上 我当时就想到 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 抱着那个婴孩 在墙上 当时那种安宁 那种平安 一下从我心里就出来 我腿不能走了 我就跟他说 大哥 我带你睡一晚上怎么样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看到那小孩子 如果他在家里 我被抓到 这个父亲就要跟我去坐牢 这个孩子就没了父亲 喝完水 我向他们说谢谢 我送给他们一只电子表 项链似的还能挂着的 他问我干嘛 我说卖表的 我带了四十多块电子表 那就准备到苏联去 万一换钱用嘛 那时候电子表还是刚刚流行 我就给他电子表 他非常喜欢 哇 给太太挂着上 送我走 往哪里去 我还是不知道 但是那一天 为我打开那个门 给我那一杯热水 我终身难忘 所以弟兄姊妹 耶稣说 你把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子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你们 所以我喜欢教会 我喜欢教会的原因 就是教会永远的有欢乐 有接纳 有为我们打开的家门 你们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感谢神 余地亚就是这样的 他强留我们 保罗他们可能是推迟了 说不好意思 住在那家里边 对不对 罗马政府还逼迫基督教 万一把抓了 但是他说 如果你们若以为 我是真信主的 或者我们真正 侍奉神的人 请你们留下来 保罗的宣教团队 四个大男生 又住进了 吕蒂亚的家中 我们也感谢神 那么吕蒂亚 接待了神的仆人 他接待的是 打开欧洲大门的宣教士 他接待的是 基督教里 最重要的宣教士 这位叫保罗的使徒 还有希拉 还有提摩泰 他有写了路加福音的路加 把这段故事 他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边 让我们后人来效仿和学习 那我们要向绿蒂亚 学什么呢 首先 我们要看到 像绿蒂亚一样 我们要带全家信耶稣 明白 十字星传第十六章三十一节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这是保罗对狱卒 得救的狱卒说的 当信主耶稣 一个人信主了 全家都得救了吗 并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要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 我们的父母兄弟也要信耶稣 他们要单独地跟神建立 他们属灵的关系 生命的关系 那为什么保罗这样说 因为当一个人信了主了 他敬天的生活 他会影响到全家 哈利路亚 所以全家就都会得救 都会得救 所以我们看到 绿蒂亚全家都得救了 他一个人信主了 全家都信了主了 他们是因为渴慕神的话语 主的话进入他们生命 滋润他们 那弟兄姊妹 当一个人找不到前途 一个人生活困惑迷惘 一个从中国刚刚来到美国的人 找不到人生出路的时候 最早不是找工作 最早也不是来到美国 也不是说立刻办身份 是先找到耶稣 当你找到耶稣 你就找到了一切 圣经怎么说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们需要的都会加给你们 我们需要什么 神是知道的 对不对 比你都知道 就像保罗宣教的时候 上帝圣灵 比他知道要去哪里 我们的生物也是主 知道我们需要 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我们把生命交给主 主就引导我们 进入到更丰美之地 他的道路 绝对高过你的道路 他的意念 绝对高过你的意念 你来到美国为了什么 有的时候为了过更好的生活 你怎么才能过更好的生活 不知道 交给主 主会引导你过更好的生活 你们 哈利路亚 所以第二 我们要像李里亚那样 打开我们的家门 我们的家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是上帝给的 相信吗 你的房子是上帝给你的 相信吗 如果你 靠自己的骄傲 我在中国卖了北京的房子 我在美国买的房子 你北京的房子 是上帝给你的 因为你的生命是神给你的 当你的生命是神给的 你要把生命交给主 你把那一切得到的好处 都将荣耀归给主 你们 我们把荣耀交给主的时候 主就会更大的祝福 赐给我们 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财富 这十个手指的全是漏洞 都会漏走 圣经说 金钱虫子咬 会朽坏 会失去 对不对 财富也是如此 那靠什么能保守呢 靠上帝能够保守 在神的国度中投资 神服你一切的责任 神成为为你管理钱财的 给你带领的老师 他告诉你该怎么去用钱 我们很多有钱人 不小心乱投资 觉得我有钱可以 怎么都能干 结果钱没了 今天投资中国A股的人 还有几个快乐的 一个都找不着 对不对 哀鸿一片 神让你 可是这些投资股的人 有没有基督徒 一定有 这基督徒 有没有守十一奉献 一定没守 大多都没有守 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按照圣经 要求守十一奉献 那不多 真的不多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把神的国 满足神的信义 神就会让你知道 你什么样的正确的投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 绿蒂亚就是这样 把全家都交给了上帝 我们后来知道 绿蒂亚建立了 这个菲利比的教会 保罗十年以后 再回到菲利比教会的时候 菲利比教会已经有不一样了 保罗在这里暗立了长老 那些长老为保罗送行 那么这个家开放 是参与了神的永恒的国度 第三我们像绿蒂亚那样 在宣教和大使命中有份 这个绿蒂亚开放了家庭 建立了教会 他在经济上支持保罗 保罗遇到困难 都是菲利比教会给钱 保罗从来不接受任何教会的风险 他只单单地接受了一件教会 就是菲利比的教会 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绿蒂亚这一批人跟保罗 是有生命的连接的 完全不一样 是保罗在最难的时候 来到了菲利比 也是欧洲最可慕福音的时候 保罗来到这里 他们建立了生命的连接 他们在整个大使命中有份 菲利比教会开始向整个欧洲宣教 所以保罗在十年以后 又来到菲利比 离开菲利比 他讲了 在菲利比书的第一章三到六节 他讲了一段话 他怎么说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地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一地 兴望了福音 直到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中动了圣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段话 我读的时候 我非常感恩 我不知道你读这段话 什么感觉 上帝带领我 这样一个卑微的人 一身疾病的人 一身伤害的人 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每一个教会 当我建立完了 我安立了长老 教育同学们在带领的时候 他都成为我的祈求 和祷告的一个对象 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我就想念他们 我想念华盛顿母堂的弟兄姊妹 我也想念纽约费城的弟兄姊妹 我也想念我们洛杉矶分堂的弟兄姊妹 我也想念悉尼分堂的弟兄姊妹 我也想念新加坡分堂的弟兄姊妹 每当一个教会出了问题 我对心里都很难过 我立刻就飞过去 和他们在一起来处理这些问题 每当一个教会希望起来 我就喜乐 春节的时候我看到庞宁传道 从华盛顿传过来的照片 弟兄姊妹在那里 喜乐地来敬拜 热情地来传扬福音 我就为他们感恩 我能够体会到保罗说 我每逢想念你们 保罗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保罗不仅建立了菲律比教会 保罗也建立了小雅西亚的教会 以弗所的教会 哥罗西的教会 哥林多的教会 都是保罗建立的 哥林多的教会 保罗建立了教会 哥林多教会 天天批评保罗 论断保罗 说保罗是假使徒 保罗讲话不会讲道 保罗言语粗俗 长相丑陋 言语粗俗 有这样说自己传道人吗 你们也没说我长相丑陋的 有 长那么黑 跟非洲人似的 我到你们中间 就像一块巧克力 掉进来牛奶里 没那么严重了 我一到美国教会讲道 那肯定就像巧克力 掉进牛奶里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不重要 保罗觉得这些都不知道 但是菲律比教会 跟他是同心的 哥林多教会 跟他是不同心的 所以你看 保罗写菲律比书 和哥林多前后书 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哥林多前书里 教导了很多很多 基督徒该如何去生活 该如何去敬拜 该如何去带领福音 该如何彼此相处 但菲律比教会不是的 他自己写菲律比书 是他喜乐的书信 他是在监狱里写的 当保罗在坐监的时候 保罗说 我每逢想念你们 我就感谢我的神 想念谁 在监狱里面会想谁 有的人坐牢会想老婆 想孩子 想父母 我逃亡的时候 就是主要想这些 有时也偶尔想像同学们 想像北大同学们 干嘛呢 会想的 可是保罗坐牢 想了 菲律比的教会的时候 他就感谢神 他说 在每逢我为你们众人 祈求的时候 是欢欢喜喜地祈求 所以有人说把菲律比书 叫做喜乐的书信 喜乐的书信 却在监狱里写 这是什么样的生命 喜乐的书信 中国人的喜乐就是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租业 然后股票大涨时 发财了 喜乐 可是保罗的喜乐 不是来自于这里 保罗的喜乐 来自于 基督教会的建立 你们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要向 这个 吕蒂亚来学习 像吕蒂亚那样的 在教会中 有份 在福音中 有份 在宣教中 有份 帮助我们去宣教 我三月份要去 这个 澳洲去宣教 我会去澳洲 去纽西兰 去斐济 去亚洲 老地 那么 感谢神 所以 这个分堂 澳洲的分堂说 这个 我五六年没去了 好像六年 五年六年 疫情 让那个 这个张亚奇牧师 打发保罗 我们教会的王保罗 来告诉我说 你再不去 弟兄姊妹都把你忘了 都不认识主人牧师了 所以你得去啊 那我当然要去 所以我要去宣教 所以盼盼你们 跟我一起来宣教 不是跟我一起去澳洲 而是用祷告 支持 祈求 来把教会的事工 做得更好 就跟我一起去宣教 Amen Hallelujah 感谢神 那我们感谢神 神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基督里边 也让我们的家 为上帝所用 当我们的家打开的时候 我们知道 神就开始他 我们自己想都不能想的事工 他要做更大的事工 他要做的是 心里想都不能想的 眼睛没有看见 心里没有想的 主就成就更大的事业 你们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祷告 我们也在寻求 新的场地来聚会 我们要再往南 往西南 往这个 Onger County的方向 我们再建立新的 教会 分堂 我们在为此祷告 我最近也在 一直到那里边 找场地 所以感谢神 弟兄姊妹也为此祷告 有一天跟我一起去宣教 Amen 澳大利亚去不了 我们可以去 Onger County 对不对 这很近 每个礼拜 我们都可以去宣教 Hallelujah 荣耀归给主 天父我们 谢谢你 说我们不再做外人 我们也不是客旅 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 感谢你 设立你的教会 这教会就是基督徒的家 也是上帝的家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让我们在其中 彼此相爱 有耶稣基督的带领 有圣灵的引导 让我们生命得以长进 在神的家中 摆上我们自己的 五饼二鱼 求上帝的使用我们 在这末世的时候 传扬福音 收割庄家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 祝我们谢谢你 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基督里边 彼此相爱 让基督里边 共同来建造 让我们在黑暗中 为主发光 祝我们谢谢你 我们也为我们 身体有软弱的 有疾病的 在春节期间 不能来到我们中间的 弟兄姊妹来祷告 求主来保守 祝福 祝 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 能够健康的 喜乐的来敬拜 我们的上帝 耶稣我们在这儿 也为国内的家人 来祷告 让国内的亲人 也都能成为 神家里的人 无论我们在哪里 主啊 主都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哈利路亚 我不知道有没有 还没有进入 神家里的人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愿意接受耶稣 做你的救助 举手为你祷告 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说主耶稣 我愿意 接受你做我的救助 有没有 这样的福音朋友 愿意信耶稣的 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吗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还有吗 感谢主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 感谢主 看到了 这个感谢主 这有一位姐妹 还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 感谢神 在视频前面 在网上呢 如果你今天听了 这个信息 你要成为 神家里的人 你也写下你的名字 说我愿意 为你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每一个举击手的人 都是你所拣选的 都是你所爱的 你要引导他们 进入到美好的生命 引导他们进入基督里边 活出永生的生命 耶稣 我们谢谢你 也祝福每位弟兄姊妹 祝福每个新来的朋友 祝福刚来到美国的 每一个寻求真理的朋友 祝福真理的灵 引导他们 祝福可以得地为业 祝福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 开始全新的国度和生活 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我们每个团体和小组 祝福每个开放家庭的旅地亚 哈利路亚 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 弟兄姊妹请坐 跟旁边人握我手 说我们成为一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